25号是玉里政代会定期大会的最后一天 由代表吴朝成、徐玉珠、叶维奇等代表 进行了联合咨询的议程 他们分别针对了建设、农路等提出了建言 日正的圆环不仅仅是玉里在地人的小时回忆 更是游客玩玉里时必经之路 玉里正名代表吴朝成在定期会联合总咨询的时候说 镇长蔡秋龙上任也两年 但是圆环水池中央一直都只有一根简易的水管在出水 认为非常不美观 要求公所在明年的时候可以审慎的重新规划设计 让圆环有生气、有活力 一里正的圆环 现在是看到中间一支 关那个水管在那里冒水 其实这样的话 你要放在一年款到底要放你多久了 以外来的观光客所看到的这样子 那么简化的一个设施 这样的冒水 这两个问题你买一买 一里正公所每年办理农民农作的行销活动 代表是玉芝要求公所 希望明年在推广行销活动的时候 经费一定要用在农民身上 而不是浪费在其他事物 明年也要有这项规划以及经费如期办理 协助农民将辛苦种植的农作让大家可以看见 这是替玉里正的农民去行销米行销幼稚 所以这笔钱千千万万在用在农民身上 那我也期望 这个金费能顺利 另外代表 叶维奇则是针对垃圾车这两个月内都没有播放音乐 在部落内因为老人家都已经习惯听到音乐 就知道垃圾车来了 最近因为没有音乐 导致部落的族人无法如期倒垃圾 要求公所的清洁队能够改善 就是支援回收的时间 都没有放音乐 也没有 以前都还会放支援回收的音乐 然后老人家就知道 甚至部落的人也知道 今天大家都知道 礼拜二跟礼拜四是支援回收的时间 但是没有听声音 然后他们都没听到声音 就已经走了之后 他们才跟我说 代表现在都不放音乐了吗 已经变成习惯了 我在想 这个你们还是要让民众们知道 垃圾车来了 资源回收车来了 玉璃镇公所也一一的回复给正名代表 会后会将所有建议带回去公所 与相关客舍来做讨论 更会将正代表们的意见纳入讨论 希望代表会共同打造热火的玉璃镇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 什首这道那个 那 与